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以孝道乐来作为推广 也就是一个报恩的概念 那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早就讲这个报恩的这个孝道乐呢 其实当佛教到了这个等于说西方 那这个佛光山呢也有了一个比较本土化的概念 他就觉得说到了西方谁还会去天天看农历是七月几号啊 那都是在外国立的 所以我们真的觉得说农历这么重要吗 那么我们不如就把这个孝道乐 就从国立的七月十五的概念 就来办这个所谓的孝道乐 所以刚刚台长所提到的孝道乐 孝金炮恩良王法会 这是一个几乎很多道场都在办的一个活动 它是以法会为主 这事实上孝道乐的话呢 在七月份来讲的话 它是很长的一个月 也就是等于说让护法信徒 能够在这个月当中呢 去了解到所谓的孝道乐的意义 所以它当然就有相应的一些 所谓的这个共生道粮啦 或者是这个过两天 法师也要去前往 去来参加这个全美国际辅光会 洛杉矶协会 他们办的所谓的共生法会 所以师父连带在这个佛教里面 就有了这些特殊的一些庆典 或者是法会要我们来参加 还是倒过来 因为有这些法会 后来才有这个所谓的 这个正好又是在这个孝道乐里面 所以它等于是两个相得益彰 还是它有一个前后的时间呢 其实台长问的问题很好 其实大师一直都在为了这个佛教呢 他觉得有些的想法 甚至于明星的一些 可能比较于一些迷信思想 所以他就希望说 借助着在这个 不管是法会 或者是我们用一个新的观念 让我们呢 能够觉得去深思 这个所谓的孝道乐 真的要做的是什么 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讲说 哦 这个佛教徒了身脱死 这个大家都已经 好像他们一直都有的概念 可是呢 这个大师就会说了 其实在这一生 你都还没有 如何的去把它过好 就想要了身脱死 甚至于这个 我们说到了 生脱病死 也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你只是一字之差 可是其实呢 它就是一种 让你对于生命的概念 它其实是这个脱病死 而不是生脱病死 所以这个就是等于说 不管对于很多人 他既有的想法 或者是对于佛光人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应该要有一个 所谓的正性的想法 对那个像这个梁黄宝灿 我们一般都会知道梁黄宝灿 可是这个梁黄宝灿的话 大家不管有没有参加过 大概就听过了 那听过的话呢 就会觉得说 这个佛教呢 都是要叫人家忏悔 对不对 这是一般人的概念 可是在深一层的说法是 为什么要忏悔呢 你知道你所造的过错吗 这个就是要值得 我们去深思的问题了 而不是一般人就是 就会觉得说 他对佛教不了解 他就会说 你们佛教就是拜忏了 就是说要忏悔了 我也没有做什么坏事 我干嘛要忏悔 那就是一般人 他不了解佛教的时候 他也不了解人生的时候 他就会觉得说 我为什么要忏悔 所以这个呢 是在于 对于信众 他的一个教育上面 那我们再讲了一个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梁黄宝灿 那很多人就会说 这里呢 可以祈福交哉了 祈福交哉 那身为佛教徒的我们 可能你对于祈福交哉 你也可以了解 你可以觉得说 接受祈福交哉 可是问题是一般人 外面的人 可能会认为说 诶 这个祈福 他们接受 因为他希望 能够向外 祈求一个 比如说 这个大地自然啦 去祈求这个神灵保护 是 可是你要跟他说 消灾 他说我要消什么灾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你看那只是一个 一个佛教的用 他对于很多的 就仅止于 我们一个身为一个 现代的佛教徒 他要如何的 在一个现代的法会 借助上千年的这个 看回法门 他真的有得到一些 随着时代 会因为说 这个经典上千年了 我们不试用 他不会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要 我们每一个佛教徒 我们也常常跟信徒讲 我说 大家每年都 这个发心来拜 可是 每年拜的过程当中 对于 创文啦 今年只要 只要多一点了解 就多一点获得 那如果说 我们对多一点了解的时候 也就对于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的造作啦 我们的包括 今天就像我们说的 今天起伏消灾 起伏消灾 这个一般人还会认为是这样子 可是在佛教的说法里面呢 其实会认为是消业 对它是一种消业 因为你在说消灾嘛 对不对 那是事实上消灾的话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说 这个消除业障 其实这个呢 就是让你把这个 会阻挡你不好的因缘 然后都消除了 这叫消灾免难嘛 那我们消业的话 是不是你也要知道 哎 我有什么业要消吗 我有造了不善业吗 或者是等等的 我想在这个上面呢 就是 在佛教徒 对于经典里面 不能只抱持一种说 我只要送就好了 其实经典里面 带了很多的教育的功能 因为毕竟 这些东西都是古大德 从经典里面结录下来 所以佛陀教育我们的 还是有很多的 这个让我们自己能够 启发我们的心性 让我们去了解我们的生命 其实这个很重要 是 那师傅我想借这个机会 也请教一下 因为呢 经常呢 比方说我们老一辈的 妈妈啊 或者是长辈 他们好像对于念经呢 是很认真的 而且我曾经也记得 我小时候在屏东啊 东山寺 我就觉得很多老太太老先生 他们好像都会背 老一辈的人 因为他念念念念念 他就也都背住了 可是我现在觉得 我们现代的年轻人 作为一个佛教徒 是不是还有以往像老一辈的人 那么样的耐心 然后沉浸在这个佛经里面 去很去彻底的 很真心的去了解 这样把它记住 现代人虽然太忙了 这个有时候人家说 这个念经念的有口无心 会不会这样 其实我们应该是这么讲 以前的这个老人家呢 他是一心信仰 是的 他每天他相信这个是善的 因为他真的就非常的相信 所以他相信的时候呢 他就这个全心的投入 所以现代的人不是 现在的人就是 他也是信仰 但是他却需要更多的智慧 让他会觉得说 这个能够说服我自己的话 才会在那里做诵经拜佛的动作 不然他可能就会觉得说 这是一般人 可能会认为这是 这个就像我们常常说的 摩拜偶像吗 怕陪人家笑嘛 对不对 以前的老人家的话 他就听到善业 闻善业 他就非常的专注了 所以你看 为什么佛陀说过啊 他说这个佛陀 这个入灭后多少年啊 他说 尤其是很多人 他不容易 不容易会得到 就是等于说 不容易开悟啦 因为他在信仰上面 入灭后 刚开始会有很多人 可以这个开悟 然后经过多少年之后 越来越多年之后 就不容易开悟 那我们现在常讲说 我们是属于末法时代 那也许佛陀时代 并不会 我们并不知道 原来佛陀早就知道 这个一万年后的世界 尤其是现在 这个还有这个AI的存在 所以佛陀就已经说了 现在的人被外在 这个的一些东西啊 容易干扰 所以他也不大会存在自己内心 他的真心的去思维 他也会随着物质 而被迁移 所以你看老人家 你会觉得说 他一心就觉得他诵经 他最后就记起来了 像这个地藏经 就像我们说 金刚经地藏经 那都是超过5000个字以上的 是 所以他们都可以 都可以 而且甚至于我们可以讲 你不能确定他是 这个所谓的 是不是都是字啦 对不对 所以你真的会被他们那种 信仰说感动 对我一个现代人 师父 我今天也很想请问一下 是不是 在我们匆忙的生活当中 有些时候你也很难专心 可是呢 碰到像这个 报恩联皇法会或等等 而让我们有这个机会 沉浸下来 然后跟着师父一起念经 这也是一种羞耻 对于我们在生活当中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个人认为啦 就是每一个人在平常时候 他就要训练这个专注的心 是 专注就好像说就好像 你今天送一个梁皇 那你会不会觉得 你是在诵经 还是你今天觉得 你能够读一本书 如果你可以读一本书的话 你会非常的 这个等于说 深入 这本书里面带给你的文字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在讲说 我们平常有没有训练这样子 就是说让自己呢 能够去深入 这样子的话呢 你才可以 就像法会的时候 随文作冠 我们常常会讲到 随文作冠的意思呢 就是说 当你今天 对 唱文很熟悉的时候 你就能够 这个自己呢 就一边看唱文的时候 看懂里面在说什么 是 这如果你就是 坑坑巴巴的 有一些你都不熟 有一些 尤其现在的人 可能会最大的障碍 就会觉得说 哎呀 这个古文真的 对他们是蛮困难的 大概都有这个样子的问题 那就好像 我们在讲 我们会习惯的说 包括你今天阅读 所谓的藏经 因为它也是一种古文 是的 那你如果习惯 看书 看文字的话 我想 这些就不是困难 是 我相信 师父跟我们今天的 这个开始很重要 就像我们 我记得以前 我们初中刚开始 老师发了国文课本 就有古文 那么开始也是不懂 但是由老师来讲 慢慢就了解 那今天 有这么好的师父 在庙里头 让我们去了解 这样这么深厚的佛经 也是我们的福源 我想最重要的是 可能 唱文有一大半 大家都不熟 对 可是 你就挑 它的重点 告诉幸福的话 它就一门深入 其实 伴随着佛号生的话 我想 一样可以 感到很欢喜 是 我相信 有这个时间 我们到佛光山 纽约道场 每一位听众朋友 也会感受到 在跟着师父 一起念经的时候 心情是特别的平静 跟快乐 所以我们就再次的预告大家 八月一号到八月四号 它是一个静静的时间 意思就是说 梁花宝灿有十卷 在外加三十系列 我们有加上一个三十系列 它要在这四天拜完 那就是希望大家 能够赶快深入 要专心 所以这样子 让大家在今年的 这个孝道月 能够更回向 718 939 8318 希望听众朋友 718 939 8318 大家有问题的话 赶快打电话到 纽约道场 或者是 有任何法会登记的问题的话 可以打电话到道场询问 718 939 8318 好 谢谢大家 欢迎法会跟大家相见 阿弥陀佛 谢谢师父